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会忍不住发出一句惊叹 怎么就分手了呢 而且还几十年如一日地羡慕景伯然 女友不常换 一换就是No.1 从妮妮到刘文 谁看了不说一句 景伯然这小子真有福气 女友都很高级脸 但也许CP还是要B的才记得老 糖还是过期的才会甜 景伯然与妮妮的过期糖 至今还有网友走不出来 自综艺《花儿语少年》里 景伯然接到任务卡准备出发 她正在家中收拾行李 没想到镜头里却出现了一名不愿露面的妙龄女子 这名女子趴在房间门口 偷偷地看景伯然收拾 而景伯然在临别出发的时候 你知道有镜头记录 还是自然地就去到摄影机拍摄不到的房间门口 对妙龄女子进行了吻变 而这位女子正是景伯然当年官宣的女友妮妮 她说景伯你要再谈恋爱的话好的都没了 我说我没 这句话你是 是好的 是好的 一直也希望吧 就赶快遇到人份 不然的话其实也挺尴尬 真的 我觉得我遇到的人也是让我非常尴尬 要不然就是下手会没人吧 之所以当时不愿意上镜 就是因为花哨节目组没打一声招呼 突然就去了景伯然家里取景 工作人员们是误打误撞 撞见女医的 小情侣没有一点点防备 故而遮遮掩掩掩 可临别之际 景伯然还是想吻别女友 这真的不是尽将小说中的情节吗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往回看的时候才发现 当时节目上竟然避疫了两对古早CPR 由汉哥跟一名姓名不叫魏的女生 再加上景伯然与宁妮都是一男品 但没关系 景伯然与宁妮留下的过期糖依然很甜 在2017时尚发商晚会上 宁妮亲手男友景伯然入场 以情侣姿态接受大众的调侃 当红的女明星男明星公开恋情 还没有受到大众反感的 貌似就只有这一对吧 共同登上快乐大本营的时候 景伯然解释自己的心目中 宁妮私底下的样子 跟镜头面前的她特别的大不相同 跟她相处下来会发现 宁妮压根就不是一个女人 而是一个女孩 她孩子气很重 大家在镜头面前 经常能看见宁妮穿一些 很sexy 很性感的衣服 但其实私底下的宁妮 更喜欢穿一些戴兔耳朵 戴小尾巴 很卡通 很可爱的衣服 景伯然当时还求生意下线 好去劝宁妮 怎么私底下的衣品是这个样子的 好不像女明星 这么不讲究 此时就在旁边默默听着宁妮 忍不住插话 她老说我品味差 但针对这一片段 网友们却觉得很美好啊 就是宁妮在男友视角的样子 景伯然当时拥有了绝版的宁妮啊 此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宁妮了 之前宁妮接受采访的时候 一听到男友景伯然的名字 就会露出当日最甜的笑容 露出那恋爱的少女心 这都是骗不了人的 只是后来的后来 魔兔王子和白马公主还是走散嘛 咱就是说 这辈子有没有可能再来一次同框啊